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完美的一天 今天佩琪和她的家人们来逛购物中心 这家商店好大呀 这不是一家商店佩琪 而是有很多很多家商店 都在同一座建筑物里面 但今天不是来买东西的 到商店里来却不买东西吗 不买 今天妈妈来这里 是为了要体验完美的一天 这是兔小姐的水疗馆 你好 主妈妈 你已经准备好来体验完美的一天了吗 是的 我想是的 不过到底要体验什么呢 有很多美妙的体验呢 你可以做一下按摩 给你的指甲做一个美甲 或者再敷一个草本面膜 哦 这些听上去都很不错 我们也必须体验那些嘛 爸爸 不用佩琪 我们可以去寻找我们的完美的一天 哦 太好了 再见了 妈妈 一会儿见啦 我们要去哪里寻找属于我们的完美的一天呢 爸爸 嗯 我也不知道 这里面除了商店就只有商店了 哦 这里有魔法移动楼梯呢 那个东西的名字叫自动扶梯 我们能试着坐坐看吗 可以 拉住我的手 小羊苏西来了 哦 那是苏西 你好 苏西 你好 佩琪 你要去哪里呀 我们要到顶层去 你这是要去哪里呢 我们现在正要到顶层去呢 佩琪到达了顶层 快点 爸爸 我得赶快下到底层去找苏西了 我正要上去找你呢 佩琪 我也正要下去找你呢 苏西 哦 你走错方向了 佩琪和乔治又回到了底层 可是苏西又到了顶层 我看自动扶梯坐得也差不多了吧 可是我还要去上面见苏西呀 那么我们可以乘坐电梯上去 哦 我得去楼下找佩琪 沈以诚坐电梯 它没有反应啊 有其他人在使用它呢 我们需要稍微等一会儿 可我得去找佩琪 苏西 佩琪和苏西是最要好的朋友 佩琪 你看这是什么 在框框里面的小小苏西 你是怎么做出这个的 用自助拍照机 我教你怎么做 这就是自助拍照机了 你就坐在这里 然后把钱投进去 接着它就会闪光了 可是它没有闪光呀 我觉得它应该是坏掉了吧 哦 没拍到我的脸 还会再拍的 笑一个 它是什么时候闪光呀 啊 这次又做过了 来做个鬼脸吧 还剩最后一张 拍完了没有啊 哦 我觉得我可能也被拍进去了 这些就是拍好的照片了 快点看看拍下来的这些滑稽的表情啊 我们再拍一次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接出妈妈了 妈妈 你今天度过了完美的一天吗 是啊 谢谢 很完美 佩琪 那你呢 我也是 我们乘坐着魔法楼梯 上上下下 然后还碰到了苏西 接着我们去拍了一些好玩的照片 听上去好像很不错 该回家了 猪爸爸 你今天过得完美吗 我完美的一天 从我们回到家开始 爸爸 你完美的一天要做什么呢 过来看啊 猪爸爸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这就是完美的一天的完美结局了 啊 爸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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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uther 在泥坑里 5000他居家 released D 程度